台灣的牛肉麵除了紅燒口味外 其實還有一款清燉口味 清燉牛肉麵由跟隨國民黨去台灣的回民引入 以蘭州牛肉麵為南本 在台北真正的回民清燉牛肉麵不多 這間清真和牛肉麵就是其中一間 老闆張玉山是麵店的第二代 我爸爸從民國38年政府打仗來台灣 從39年開始就開這間店 那時候開這間店是從推攤子 一直到現在我接手 我接手是第二代 反正傳下來就是 他的穆斯林我也是穆斯林 張先生的爸爸是回民 所以他也一出生就是穆斯林 因為穆斯林的飲食有嚴格要求 於是索性賣面 自己有得吃之餘也可以維生 市場的肉我們一概都不能吃 就是牛肉就算是牛肉 你市場買的也不能吃 一定要有阿虹仔的 就是有唸過經 阿虹就是類似 基督教的 牧師的職位 然後他要下刀 然後他要唸經文 然後去就是 感謝阿拉賜給我們 然後下刀放血 放乾淨之後才能用 清真肉最大的特點是 放血放得乾淨 肉都沒有酥味而且特別甜 所以特別適合做清燉牛肉麵 所謂清燉就是完美的牛清湯 這間的清燉湯底 以牛骨和牛肉一起熬 雖然看下湯底清澈 但肉味其實很濃 湯底清燉的就是骨頭 骨頭就是 骨頭就是 後面一個大桶的 可能可以放半隻牛的骨頭 然後就是用中火下去熬 24小時不關我 每天都不關我 就一直熬 一直熬 一直熬 肉就選肩膀位 清燉的因為燉得比較久 所以一般都會薄切上桌 外面很多都是腱子肉 但是我是選三叉 是肩膀一個三叉 三叉比較有一點油花 它那個比較嫩吧 就不會吃起來不會那麼慘 麵條方面 這間店更加是自家製 麵條就是山東家常麵 就是手工家常麵 就是自己擀自己切 這個就比較寬 但比較Q 比較有嚼勁 穆斯林的戒律他都手足 每年開一戒月他都不會回店頭 只是交給伙計打理 一日五次的祈禱他也會遵守 店裡更加有間細細的土告室 方便老闆和其他牧師臨祈禱 這間老店更加有一個 在第二處很難見到的慷慨規條 老闆加湯加麵 像我們店裡也是有一個特色 就是加湯加麵不加價 這是要講到民國39年 那時候我爸爸他當兵沒有飯吃 然後他了解到沒有吃的東西很辛苦 然後他們開了這家店之後 很多學生 那時候很多學生都沒有飯吃 所以他就是就定下這規 就是說來吃麵 加湯加麵不加價 然後一直延續到現在 今年已經70年了 大家都知道 上市的公司都越來越多是中資 我服務的大部分都是大陸人 老實說 但是經濟和人權是不應該扯上關係 你沒理由為了錢 為五豆米而折腰 我是金融人 我是香港人 我是香港人 書作詞